近日,武汉科技大学生命科学与健康学院张同存·顾潮江两位教授 收到国家知识产权局发明专利证书 发明名称是一种治疗HIV感染的 嵌合抗原受体的重组基因构建及其应用 12月4号,张同存教授在接受记者采访时说 目前临床治疗了两例艾滋病患者 一例治疗三个月后,艾滋病病毒指标迅速下降 一例治疗九个月后,迄今体内没有发现艾滋病病毒 张同存表示,尚不好定论是否能彻底治愈艾滋病 但是目标是彻底清除艾滋病病毒 最终我们希望目标是把艾滋病毒彻底清除 但是从目前我们临床实验来看 我们仅仅做了两例病人 尽管一例病人已经超过九个月 这个体内没有发现艾滋病毒 但是我们现在还不好说 是不是能够彻底治愈艾滋病 但是我们目标是能够彻底 把艾滋病能够达到功能上的治愈 能够彻底把艾滋病毒能够清除 张同存、顾潮江两位教授 应用CAR-T治疗艾滋病的方法是 先采集患者的血液分离出T细胞 在体外运用基因工程手段重新设计CAR-T细胞 并大量扩增到上十亿上百亿个 然后输回患者体内 该CAR-T细胞在体内能特意识别 并摧毁被HIV感染的细胞 中和血液中的HIV 可与抗HIV药物联合应用 张同存表示 任何治疗方法以及药物 始终将安全性摆在首位 两例艾滋病患者接受治疗以后的反应都非常轻微 CAR-T治疗艾滋病的方法是比较安全的 张同存教授是中国国内最早从事 CAR-T研究和临床治疗的学者之一 顾潮江教授从事HIV研究十多年 三年前两人联手 专攻应用CAR-T治疗艾滋病 张同存顾潮江两位教授 于2017年10月在国际临床实验注册中心 完成CAR-T治疗艾滋病的临床注册 并开展人体临床研究试验 临床研究证明 CAR-T不仅能中和血液中的HIV 而且还能杀死处于休眠状态的 已感染HIV细胞 目的是要使我们的病人或者受试者 能够获益或者利益最大化 这是我们伦理道德委员会 所坚持的一个标准 那么我们想的话呢 这样一个疗法可以使 有可能使病人能够彻底地被治愈 HIV 那么这样对病人应该是说 有最大的利益 所以病人会有最大的收益 这个呢 就伦理道德委员会 我想伦理道德委员会 通过伦理 这项技术应用临床 也是在情理之中 张通存教授表示 目前正在加强与有关医院合作 招募携带HIV的志愿者 扩大临床实验 积累临床病例 同时寻求研发资金 尽快研制出CAR-T新药 请不含